相信一下桃源国际机场 那么华航的仓储快递作业区啊 昨天晚上传出了崩塌的意外 范围是75公尺乘以40公尺 那么相当是半个足球场大小的铁皮屋顶突然倒塌 还好呢当时的工作人员紧急逃出来了 没有人员受伤 不过附近的货运跟快递的业务呢 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实际的损失以及后续的抢修呢 要等待进一步处理 桃源国际机场近年来最严重的崩塌意外 地点位在华航仓储快递作业专区 原本建筑物上方一大片铁皮屋顶突然整片塌陷 还好坍塌的过程中 地面上的工作人员已经发现不对劲 赶紧夺门而出幸运躲过一劫 我们还在调查是不是天上有异物掉下来 或是怎么样我们还在调查 因为整个屋顶是呈现塌陷的状况 倒塌的华航仓储作业区 已经有二三十年历史 由于周五晚间正式入境货运的高峰期 除了华橱本身 一旁的快递和货运公司 恐怕也因此延误送达时间 目前我们华橱公司 他们仓储业是自主管理 所以所有的处理状况是由华橱公司来自行处理 坍塌现场是民航局租给华橱使用 为何一大片将近半个足球场大小的铁皮屋顶会插陷 已经紧急请工程济师到场会刊 华航先将现场围起来查出原因继续抢修 要进一步清查损失 最新的简站峰桃园采访报道